和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 现在网络是通的 用的是WiFi 一直在拼 当我给电脑插上这个 外置的USB3.0硬盘的时候 它这个WiFi会自动停掉 你们看啊 现在插上了硬盘 硬盘自动识别 看硬盘速度还是挺快的 1.7个G 看到速度了吗 这是USB3.0的正常速度 然后我们再看 右下角的网络 不行了 PIN一直PIN不通 这时候我要把硬盘弹出去 你们再看 现在硬盘弹出去了 现在网络还没恢复 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卸载 禁用 然后再把它 重新启用 现在网络 恢复正常 PIN自动正常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是主板自带的 WiFi AX211 主板后置的USB3.0 但是我查了一下 它这个后置三个USB A口不是英特尔南桥的 是叫RT什么类的 一会我确定一下 如果有懂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这是为什么 怎么解决 我再评论区留言 我再评论区留言